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家的名字命名 他们家的儿子巴斯只因年少无知在人群中都看了一眼安琪 就开启了他们的故事 安琪是巴斯家的女仆 也是巴斯的初恋 还有一个隐秘的身份 女巫 虽然她长得很漂亮 但由于她过于极端的爱意 最后让巴斯离她而去 巴斯喜欢上了其他女孩乔特 安琪对巴斯的做法怒火中烧 不仅杀死了巴斯的父母 还让巴斯心爱的女孩乔特跳下悬崖 顺便诅咒巴斯成为吸血鬼 让她不能陪乔特殉情 永生永世 饱受痛苦的煎熬 以上种种还不能缓解安琪的气氛 她蛊惑全镇的村民 把巴斯当怪物 封锁在棺材中 并埋入深深的地下 这就是辜负女巫的代价 一转眼 两百年过去了 保姆维多利亚来到克林斯家应聘保姆 墙上挂着的巴斯图片让我们知道了 哦 这是那个吸血鬼巴斯的家 现在住了伊丽莎白和她女儿卡罗琳 以及伊丽莎白的弟弟罗杰和她的儿子大卫 他们四位是克林斯家族两百年后的后代 外加一个管家 一个清洁工 还有一个女医生 总共七个人 加上维多利亚八个 维多利亚过来是给大卫当保姆的 因为大卫整天嚷着能够见到自己死去的老妈 伊丽莎白不放心 就给大卫请了维多利亚 这一点呢 维多利亚倒是挺能理解大卫的 因为他也能见到鬼 那个鬼啊 还长得和自己一模一样 画面一转 一组工人开着挖掘机在外开垦 他们挖到了一个棺材 啊哈 男主巴斯要登场了 巴斯这个两百年老僵尸 一出场啊 就吸干了工地所有人的血 因为他太饥渴了 对于一个记忆 还只停留在两百年前的吸血鬼 巴斯对外面的世界感到无比的陌生 面对直面驶来的汽车 他自以为是恶魔之眼 结果司机很有素质地绕过了他 并丢出了一句 S 巴斯回到自己家 催眠了管家 把自己打理干净后 来到了伊丽莎白的面前 为了证明自己是他们的亲戚 巴斯啊 当着伊丽莎白的面 找出了房子里的各种机关 以及伊丽莎白都不知道的机关 以及暗到底下 只有巴斯知道的珍宝 伊丽莎白勉强相信了巴斯 并和他达成了协议 我接受你回来 并帮你说服其他成员 珍宝归我所有 因为两百年后的克林斯家族 早已没有了往日辉煌 家里生意早就凉了 克林斯海湾早就成为了安琪海湾 安琪 啊没错 就是那个女巫 准确来说 现在的这位是安琪底恩氏 她依旧很漂亮 依旧是女巫 依旧要治克林斯家族于死地 所以在巴斯被困地下的两百年 她从来没有停止过脚步 抢了克林斯家的生意 把克林斯海湾变成了她的天下 当她知道巴斯逃出来后 安琪迫不及待找到了巴斯 并给予巴斯热情的打招呼方式 她见巴斯的目的就是 史威 你永远斗不过我的 哈哈哈哈 巴斯并不愿意服输 她最不差的就是耐心和时间了 毕竟她耐得过两百年的寂寞 在旁的伊丽莎白 也早已看安琪不顺眼 抢了他们的生意 竟敢上门撒野 于是伊丽莎白和巴斯强强联手 开启振兴克林斯家族之梦 当然了 其他家族成员也都统一战线 尤其当巴斯第一次 见到维多利亚的时候 她心里暗息 这不就是当年的桥的转世吗 今世她也要追到她 爱情让巴斯更有干劲了 她靠着法术洗脑了当地的老船长 不仅让自己开了工厂 还让安琪公司的经济 最近下降了5% 在安琪的世界里 只有百分之百 百分之九十五 不存在地 安琪生气了 可就不好嘞 她召见了巴斯 又是色悠啊 又是给钱 你只要从了我 我就解除对你的诅咒 巴斯像两百年前一样 拒绝了安琪 拒绝安琪的日子 巴斯成功追到了维多利亚 这一幕被安琪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她怒火中烧 准备让巴斯重蹈覆辙 她请巴斯到自己公司 又使巴斯承认自己杀人后 用铁链捆绑了她 并关在了棺材中 拖下自己的胖子 盖住巴斯的脸 要她永远记住 她的味道 当然了 这只是她困住巴斯的第一步 第二步呢 炸掉克林斯家族的工厂 吸引警察和群众 并当着大家的面 放出了巴斯刚承认杀人的露营 大家饥饿如仇 跟着警察去克林斯家抓人 另一边呢 被胖子盖住脸的巴斯 被大卫救了出来 巴斯问大卫 怎么知道自己在这里啊 大卫说 是她的老妈 指引她过来的 巴斯回到了家 当着警察和众多民众的面 要和安琪同归于尽 从而逼迫安琪 露出女巫针面目 安琪被巴斯激怒了 这下她可撕下老脸 当着大家的面 开启暴走模式 巴斯显然不是她的对手 但是在伊丽莎白的狼人女儿 和大卫的鬼老妈狮子吼的帮忙下 最终啊 安琪被累死了 我来补充一下 伊丽莎白女儿小时候 被安琪派的狼人咬伤 所以啊 就变异成了狼人 而大卫的老妈 也是被安琪 退入海中溺水而亡 死后呢 变成了大卫口中的鬼 所以 安琪最后的死 也算是恶食其果 不过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还是有点莫名的心疼她 还没有完结 安琪做的法术 也没有让维多利亚信免 毕竟啊 是要重蹈覆辙的 维多利亚跑到悬崖 就像当年 乔特一样 跳下了悬崖 好在巴斯 及时利用了自己 吸血鬼属性 在维多利亚跳下悬崖的时候 及时咬了维多利亚一口 当维多利亚再次醒来的时候 就变成了吸血鬼 巴斯就可以不用破自己诅咒 也可以顺利和维多利亚在一起了 早知道这样 为什么不早点咬啊 看完折磨电影 我只想说 请善待你们身边的女人们 说不定啊 她们就是潜在的安琪 好了 今天就废话到此 喜欢的朋友 欢迎你点赞 关注 评论 转发 咱们下期 不见不散 期